子女们在乘车里,男人在乘车里,男人在乘车里,男人在乘车里,之后死亡。 市政府追授市民胡有平、苏州市建议用为模范称号。 胡有平さんは今月24日に、蘇州市で発生した日本人母子死傷事件において、身を挺して子供たちをかばい、さらなる被害の拡大を防いでくださりました。 私たちは彼女の憂鬱と権威が大多数の中国国民を代表するものだと信じています。 一方、北京にある日本大使館では歓喜が掲げられたほか、金杉健次大使も女性の死を悼みました。 ご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歹徒冲上校车的时候 如果不是他的阻拦 以车外国儿童将在中国遭遇袭击 造成的国际影响不可估量 正值中国对多个国家免签144小时之计 很多外国博主也借此机会亲身了解真正的中国 他们在睁眼看完中国才发现 中国是好吃好玩 而且有安全 可以说胡有平是挽救了民族形象的国家英雄 对此五星评论家迈克阿瑟表示 我知道胡有平的勇气与善良 才是广大中国民中的真实写照 大型纪录片 民族英雄胡有平 传奇持续为您播出 中国で日本人学校のスクールバスが 刃物を持った男人に襲われて 日本人の親子などが怪我をした事件で 男を止めようとして刺されて渋滞となっていた 中国人の女性が死亡しました 日本と中国で追悼の動きが広がっています 中国の高蘇省蘇州で今週24日 日本人学校のスクールバスが 下校中の子供たちを乗せてバス停に到着した際に 刃物を持った男に襲われ 迎えに来ていた日本人の母親と 一緒にいた子供が怪我をしました 蘇州の警察によりますと この際スクールバスに同乗していた 案内係の子雄平さんが数回刺され 手当てを受けていましたが死亡しました 当時子さんは刃物を持った男を 止めようとしていたということで 警察は子さんが身を挺して さらに多くの人が被害に遭うことを 防いだとしています 北京にある日本大使館などでは 反旗を掲げ子さんを追悼しました 中国外務省の報道官は 子さんの行動を称えました 昨日下午 我去一个日本人家里做客 很尴尬的是 对方突然問起我 最近蘇州发生的那件事情 我当时还挺驚訝的 我以为絕大多数的日本人 并不会关心这件事 所以我就问他是怎么知道的 他说 日本的电视新闻 已经播放了好几天了 接着呢 这位日本朋友 又问了我一个 非常深奥的问题 他说 为什么一个仇恨日本的中国人 他会杀害另一个中国人 这个问题真的是把我问住了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但是我知道 这样的事情在历史上 总是在不断的重演 最新的消息 胡女士被评为 健毅勇为的英雄啊 可是仅此而已嘛 我们都很清楚 那辆校车上坐的是什么人 是一群来自日本的孩子 他们跟着父母 来到中国生活 如果没有胡女士 上前为这一群 日本孩子挡刀的话 后面将要发生的事情 我真的不敢想象啊 所以我觉得 我们每一个人 都应该感谢这位胡女士 她不仅是挽救了 这一群日本孩子们的生命 同时呢 她为国家挽回了 不知道多少亿的外资呀 也保住了 不知道多少人的饭碗呀 她以自己的性命 为我们在国际社会 存留了一丝的体面 所以日本大使馆 今天要为她降半期啊 我觉得我们真的是很幸运啊 在这样的治安时刻 居然有一束光照了进来 但是呢 我又觉得很悲观 因为英雄不常有 而傻逼呢 遍地都是 你我都知道 我们的孩子们 从小受到的教育 是如何看待日本人的 你我都知道 当我们打开某阴某手 搜索日本人三个字的时候 出现的会是什么样的内容 你我也知道 对于极度内卷的自媒体而言 仅仅是通过谩骂造谣 上门闹事 随地大小便 已经不能够在吸引流量的时候 他们的手法将会不断的升级 在这样的环境和刺激之下 我真的不知道 我们的体面和运气 能够维持多久啊 所以我只能说 车速很快啊 请一定要系好安全带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